如果今天導演讓你去試鏡 你就叫你視野一段 你現在把他音樂到畫了一段畫出來 我已經... 我已經... 你剛剛叫我買什麼 麵包啊 我會吃麵包啦 你是不是請幫我 為什麼會演倫智啊等一下 最終選擇公開 好緊張有誰想有 哦 哦 白網友 一早起床趕約會 喝了香水含寶貝 突見對方臭著臉 原來今天情人節 心中良去沒準備 買個面膜會不會 克蘭師皮秒動魔 女友立即變超魔 冰凍降溫不四度 火氣全散好消暑 緊致拉提如神柱 暴怒秒變小公主 撫平細紋青春褲 再氣也能保肌膚 立即透亮相魔術 女友顏值守得住 令我慶良靠著罐 強認肌膚有夠在 膠原蛋白素增生 光澤提升超溫和 首創冷凍黑科技 預防老化最有力 克蘭師皮秒動魔 讓你面容更涼更緊更快活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低卡巡奇 低卡巡奇 低卡巡奇就是固定在低卡的版上 找尋有趣的文章 來和大家分享 今天令友辛苦了 報了病號 還堅持要來跟我們錄影 我已經跟他講了一個禮拜 叫他請假 我等一下休息 我告訴你無此堅持 對我來我的工作 怎麼會 真的沒有逼我 我來 對 對我努力 保護身體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對我努力 好啦 那所以今天令友會帶來的口罩 讓大家見面就比較不好意思喔 那我們馬上來看第一篇文章 是來自 考試版的 台灣人的大學志願選田指南 他會根據你的每一個選擇 然後會決定你適合什麼職業 你答案做完了嗎 有有有 那可以大家直接先講 大家的那個結論是什麼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適合什麼職業 可是 欸為什麼 我 我 你在吃吃的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 那你無論順境逆境平球 或富貴健康或疾病 你永遠都熱愛你的興趣嗎 是啊 去吧 去吧 好所以你可以勇敢追蹤你 這是做你的興趣 我跟他的一模一樣 回到這邊的文章 因為其實剛剛他選的時候 應該都有卡幾個點 不過是第一個 家裡有礦 到底什麼叫家裡有礦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圖很鬧 但其實你畢業十多年後 回頭看選科系這件事情 會發現有個重點因素 就是家庭背景 後面才是根據你的環境啊 產業啊 你的努力程度啊 去分析嘛 B23的卡友 他立刻就提到了嘛 怎麼樣算家裡有礦 回覆B23的卡友 他就說 你被動收入什麼都不用做 每年至少千萬以上吧 我是百萬以上 就已經算有礦了 對啊 二三十感覺是過得舒服 當然也還不能躺平 如果家庭遭逢變故啊 會有一些問題 對 七十萬感覺還穩穩的 比較好奇的事情 假如說今天大家真的 每個人家裡被動收入 就是七十萬起跳 你可以不用煩惱 或不會沒有飯吃 你覺得你現在的質疑 選擇會改變嗎 會 不過可能應該還是會先去 玩玩音樂 看弄不出了什麼名堂 看能不能登上小雞蛋之類的嘛 好所以你如果家裡有礦 你覺得你的人生職業 會選擇黃音樂圈發這樣子 黃音樂 或是當廚師吧 不是 你好求人家 因為我覺得當廚師 也是一個需要非常燒錢的職業 花食材買設備 而且你還要圈保 你的餐廳不會倒 那歪歪的 如果你現在家裡有空的話 我要先說 我當年我選自願的時候啊 我爸在我選文組的 那前幾天很認真的問我說 你如果選梨組的話 你未來收入可能是文組的兩倍 那你還要選文組嗎 哇 可是我覺得小時候聽到這個無感 對啊 我那時候無感 我跟他說 沒關係 少一半有什麼關係 沒有 是同樣的話 我爸好像也跟我講 對啊 你不是故意說我跟你們講過嗎 有有有有 我爸媽從來沒有跟我講過這個耶 對 你那時候你感受不出來 年輕五十萬跟一百萬的差 你不知道一百萬跟兩百萬的差 你感受不出來 不是我十萬跟一百萬 是五十萬跟兩百萬的差 我現在就會覺得 如果當初聽他講的話 也許我可能會搖路 跟我一樣 我今天有時候 回過頭我覺得說 如果真的讓我選一次 我會寧可放棄興趣 如果我真的是樹裡讀而起來 而且你還看你哥 也是工程師 對 我現在看到他各個都知了你 你也看你哥 我哥也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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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間 對 兩間多的膀子在那邊 我哥 一個人住六十坪這樣子 我哥 我哥把你兩棟 然後開個MOMO 哇 可是我跟你處境一模一樣耶 我哥跟我弟都念理工科 然後我哥公務員 你是工程師嗎 算工程師的公務員嗎 但是我就會一直覺得 我選這條路也沒錯的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我做得很開心 然後我看到我哥 我就會覺得 你沒有你的興趣啦 這種感覺 沒有 等到你三十歲 再講這句話 再過五年就好了 三十歲再講到 好啦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 如果今天不管你 你家裡不會有礦或是沒有礦 你覺得你在選科系上面 或你的吃鴨胎奶會不一樣嗎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馬上來看下面一篇天文 是來自追星版的 那些天生就適合演反派的邪校魅惑男 原PO舉例了很多他心裡面覺得很經典的 反派邪校魅惑男 首先第一個 拽歌麻糞 拽歌麻糞 這個毋庸置疑 算是蠻經典的反派角色 來看一下一個 金彩宇 對他演那個VOICE的毛太久 也是非常的經典 邪校魅惑男的代表 好壞喔 最後一個也很經典 洛基嗎 後來聯盟裡面的洛基 是反派裡面的經典人物 的確他這個邪校寫起來 也是會讓人有一種 又愛又恨 那種壞男人的感覺 你們心目中也有類似這樣子的 經典反派演員嗎 劉文聰 邪校 邪校 邪校內於過難 我會送你一張Q 十一隻花辣會 幫你過世的你 那還有嗎 還有嗎 女生最經典 她還是最近就是 普賢鎮那個邪校 喔 你不是有演過普賢鎮嗎 我自己看覺得有點小噁心啦 所以大家都說什麼 伴侶裝很正 可是你伴侶裝是蠻漂亮的 沒錯啊 就覺得不要太常伴 反上瘾 反上瘾 比如說你瘾裝只有 零次跟無限次 對啊 對啊 那你們如果覺得 你們自己去演反派 你們會是什麼類型的反派嗎 我覺得我是那種 社會抑鬱的宅男 那我關在家太久了 你知道 然後從小到大都被同學霸凌 然後 很累喔 對 然後有反社會人格 然後某一天突然間決定要 然後殺光什麼全公司的人 那你為什麼會幫你自己偷這個人生 對啊 你會覺得在具體上 我以為你們這樣 我偷不你的變態 對啊 那是你 如果利友是反派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 尖在裡面偷拍群蝶的那種人 蛤 我應該就是那種低皮 腳頭有蠻啊 收保護費的 高派分子小肉 好債的 歪歪你會覺得你是 我好像 他很不反派 對啊 勾心鬥角類的 綠茶 綠茶我有嗎 感覺你好像 比較不會歸類在適合演反派的那一個派系 對 就是女角被欺負說 你很會適合幫他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啦 因為我在想這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很適合演一個角色 Sky Castle裡面的 他叫做 金瑞恨 他在高雞 最演那個 《雞子的誘惑》裡面的《生愛花》 對 你知道那是我小時候 對換女人的記憶像嗎 哇 就我快適合在那邊 張牙無爪 可是如果今天是這種 就是要很冷靜 然後感覺好像會 不斷拿刀出來衝你的 好像可以 那大家覺得我們團隊裡面 誰比較適合演反派 RES嗎 所以我現在想到 傳奇太賤 你會想到RES 可能是因為 是那種黑道那一種 對 可是我現在想到 我們想到是那種 他反而外表要越清純 越單純的那一種 不是 這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那種變態殺 他是變態 對 那種變態 感覺會收集人體的某一個部位 對 然後他會把我們臉都 貼在某一個牆壁 然後每次警察在旁邊 他說 對不起大哥我錯了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我錯了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有可能我這種身高 怎麼可能幫得動他 好那我要再介紹一個 我覺得影史上面 最經典的反派 這個人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就是演那個 沈默的牆壁裡面的 握摩了很多小細節 然後他這部片 他只錄出了大概24分左右的篇幅 然後拿到奧斯太益 我想要那個鬼店那個也是 鬼店那個也是 鬼店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他即興發揮的 他兒子根本不叫Johnny 他不是在背台詞 你懂嗎 他是真的已經進入那個小細 但的確那個畫面就有刻在你心裡 如果今天導演讓你去試鏡 你就叫你四眼一斷 你可以嗎 嫌你怎麼找頭啊 對啊 對啊 怎麼啦 我自己在偷笑啦 慢慢 啊不是說好啊 我沒有錢啊 幫神有錢啊 幫神有錢 我錢給他 抱歉啦 再給我一點時間啦 再給我一點時間啦 你有一個不錯的妹妹喔 唉唷 好嗎 你以為你可以耶 你以為你可以耶 我讓大家看 演出爺的演員看喔 你也那種 我們學校裡面 精神分裂呢 那種邪妹的 我們平常企業 就是非常不習慣 大家要霸黎明 對 媽快點幫我去買麵包 牛奶啦 什麼廢物 我們下兩口啊 可是等一下下課只有十分鐘 十分鐘夠啊 十分鐘夠啊 十分鐘OK啊 你不行嗎 啊 講話會不會硬話啦 等一下 我突然的笑話 突然沒有 通常那種都會 想辦法把那個笑話 逼到一個沒有人的化學教師 或什麼之類的 對啊 為什麼 先把他迷暈 然後這樣綁起來 然後這樣綁起來 他你現在是被綁起來 那個東西嗎 就被綁起來這樣子 你現在把他影音樂到話裡這樣綁起來 對啊 一個毒毒的聲音 立友哥 剛剛跟我講話很秋嗎 你剛剛叫我買什麼 麵包啊 麵包啦 我怎麼去幫我 你很厲害 為什麼我演冷刺 等一下 希望有導演可以看到我們的眼鏡 幫我們去試鏡 一組可以演十塊 對啊 沒有我覺得很多 很多反派他厲害 是他那個眼神會往上掉 你跟我說過那個話嗎 欸對這樣 就是這樣 這就是會殺人的眼睛 喔 好啦就是這種高冷邪校 都會帶有一個魅惑的感覺 讓人又愛又恨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心目中的經典反派角色是誰呢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來看下面一篇天文是來自賢老闆 這輩子做過最糗的事 誰能比我更丟臉 原報住在一個透天處 家裡熱水是用瓦斯桶 所以常常會洗到一半沒熱水 那他就會換到其他樓層繼續洗 那某一年冬天他就照常就是發現 欸沒有熱水了 趕快去另外一個樓層洗 就披一個浴巾就下去了 正巧遇到他的哥哥 他和他女朋友在樓下追劇看愛的迫降 沒想到他哥哥女友一台都看到他 竟然露出一個非常吃驚的表情 結果他一回到浴室觀止你們來照鏡子才發現 他的濁乃不偏不移的卡在浴巾破洞的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哇 這件事情真的是他有生事 你們發生過最丟人的事情 希望可以給他一點安慰 大家有發生過這種窮事嗎 哇我可以講一個跟他類似的故事 自賢有這麼多 對 我們那時候去畢業旅行嘛 去畢業旅行一定會有海島行程 我們去宿霧 然後去游泳完回來要換泳衣 然後就跟一個女生在聊天面對面喔 但我完全沒有意識到 我真的要把我的內褲也脫下了 你脫個精彩是不是 對 我全部脫下 他有反應嗎 他說 你在幹嘛 你脫下不脫下 我覺得我有一個爆手的 結果有一天 我去拍調查局 受訪者 10分鐘放完了 以為一切都結束了 喔那個好謝謝你 掰掰 結果那個女生突然 偷偷摸摸摸到我旁邊說 媽媽那個 你拉鍊沒拉 這還好嗎 這還好啦 欸不是 你有穿內褲嗎 欸你剛剛講街訪 我想到一個 跟觀眾講一下 我剛剛調查局出動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個攝影師習生嘛 然後會加兩個企劃 那個時候主要主訪的是 Rio還是大叔 反正不是我 我只負責 就拉同學來訪問 對那我可能就 只要站在一邊 站在攝影機旁邊看這樣子 有時候拍完的時候 同學不是會說 欸那個大叔大叔 Rio我想跟你們拍照對不對 我們很習慣說 就是同學會想跟我們兩個一起拍照 然後我就很自然的走進去 然後那時候同學說我一句 欸你也要拍嗎 我 我當下沒有意會到那是什麼 可是我後來回過頭我想到說 他以為我也是一個同學 喔 然後 然後我要進來拍 然後我就覺得 幹 好丟臉喔 可是說實在的確 因為很常跟Rio出去拍照的時候 他很多人會想跟他合照 然後我就覺得 喔如果我走過去好像變得好像 我很積極的想跟他合照 可是不走過去人家 有時候如果真的人家也想要你跟他合照 對那你要不要去啊 這個兩難 因為那種粉絲很激動的人過來說 喔你好我是Rio嗎 我說是我是我是 所以我問了Andre 那你要拍照嗎 他就很開心來跟我說 喔不用 他就走到了 可是我覺得蠻好笑的 對啊 我覺得沒有酒 我覺得沒有酒 那這個蠻美的 就感覺好像有點熟 不知道為什麼 那如果今天 今天有粉絲來找你 然後說 大叔可以一起拍照啊 他認錯人 這個還比較好化解 我說你不是啦我是歪歪啊 我是Andre啦 所以我跟他這樣子 欸大叔可以跟你拍照嗎 喔我是Andre啦 喔那謝謝 阿媽不用了 什麼意思 很簡單喔 可是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講真的很多人看我們節目 真的不會去記我們每個人 我們真的太多了 對啊我們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發生這件事情的當下 我就會覺得 人生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才會變得有趣吧 如果你的人生一直都很一帆風順的話 好像就很無聊啊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分享 你的人都遇過哪一些糗事呢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齁 好的來到我們主委加碼的時間 本集感謝克蘭師贊助播出 來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良趣的一刻 良趣 來形容一種無力回天絕望的狀態 例如被發洗澡卡 我就知道 涼了 看到主管的表情 我就知道涼了 涼了 就想問一下大家你們生活中 有沒有遇到這種涼了的時刻 大概二十幾 二十五歲左右 那時候我就是也有玩驕傲軟體什麼的 有認識一個女生呢 跟她吻聊聊得還滿開心 結果我就跟 我就約她去看棒球 我就說欸今天 怎麼下午 我記得喔幾點幾點 在新莊棒球場 她沒有回我 然後我還是 我還是打扮啊 還是穿衣服 還是穿得帥帥的這樣子 然後我出門那一刻呢 我再傳一個訊息 然後就欸 還是沒有回我 這時候已經已經 已經心已經涼一半了 對不對 我還是去了 大車大好像一個多小時 到現場了 她還是沒有回我訊息 那事後 她有再回你任何訊息嗎 沒有 而且更涼的是什麼時候 哇你恩主耶 你恩主耶 你恩主耶 我剛剛被打了十幾分啊 我看犯場我就走了 哇太涼了 我有一個很涼的時刻 那時候也是認識一個女生嘛 反正也是算教導體上認識的 然後一開始呢 我們都很相處很熱絡 我們還一起就是出去玩啊 我就想說啊 就準備就是蝦翅去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她就是 很像她在一起啊之類的 嗯 對慢慢有經歷到這個 變成那一陣子 立友每一天都 早上八點會跑去游泳健身 喜歡走來上班的時候 好像有那麼一陣子 真的假的嗎 他全盛十七 愛情的力量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們聊天漸漸的經歷 他回得越來越慢了 我還想說是不是他太累了 突然有一次他晚上突然就跟我說 我覺得就是 你還是就是放棄我好了 嗯 我說那怎麼了 對 對 然後他就說 他還是忘不掉他的前男友 什麼之類的 我就說 喔好吧 那我就祝你幸福 哇 涼氣啊 大涼氣啊 你幸福啊 你幸福啊 我分享一個我的 反正就是以前 有認識一個不錯的對象 然後他就都 人都很nice 很有禮貌 純直冰冰的 可是我不知道 他開車上路 怒怒症很嚴重 欸真的喔 這種都很會涼欸 好像開到三重那附近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有機車騎士 到瞬間鬼切出來 他就在那邊 感覺低端人口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個人我不行欸 我不喜歡 就是這種貼標籤的 潛意識 後來我就對他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熱情 我也有遇過這種的欸 就是開 開車的 他一定要開第一個 然後他那個時候還說什麼 喔抱歉 我不太能接受 有人擋在我前面這樣 所以他一定要 好可怕喔 就家住在每個紅燈的那個廳 前面的第一個 他是每個都要搶第一嗎 他每個都要搶第一嗎 他每個都要搶第一 然後我就覺得 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很想下車 好啦 聽了大家這麼多的案例 生活中其實有些情境下 涼熱的確會讓人有點難受 但是如果你是涼在臉上 那就不一樣囉 他可以帶來冰鎮保濕的功效 在那邊隆重跟大家推薦 克蘭斯冰金緊緻凍喔 他是主打業界第一的 極速嵌緊緻面膜 附在你的臉上 可以幫你冰凍立即降溫4度 然後可以幫助你的肌膚 緊緻拉提 補屏細紋 讓你的肌膚更有光澤更透亮 那他主打 10分鐘立即修復 預防老化 6小時的保濕不見亂 類平秒的冷凍黑科技 刺激膠原蛋白的滋生 小資族也能夠輕鬆入手喔 好的 那其實我們在 台灣都還沒有上市之前 我們就有搶先拿到這個 克蘭斯冰金緊緻動物 好那我先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性的 因為很剛好 我這個禮拜六 去打那個禁膚雷射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會對麻藥過敏的人 所以我打完 其實會比一般的患者 臉再腫個幾倍這樣子 然後我回家去 就敷這個緊緻動物 然後晚上的時候 其實就幾乎就全退了 我覺得他在這個 幫助我舒緩肌膚方面 好像是蠻有效果的 他是動物 他真的有涼到 你知道嗎 但他這個就是很舒服的 很天然的那種涼 不會讓你感覺到有刺痛感 因為我上禮拜一直熬夜 然後就會有冒一些小痘痘出來 然後我想說 那不然睡前的時候 來試用看看這一款動物 隔天早上起來 我的痘痘 基本上大部分那個 紅腫的地方都消了 隔天在上妝的時候 都覺得妝變得 特別的普通 其實我是一個愛保養的男生 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你覺得你是我們團隊裡面 最會保養的男生嗎 如果我說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稱第一 真的假的 沒錯 就這個程度 然後我自己使用的話呢 我就覺得 敷完之後呢是 他非常的透亮 那我其實很推薦大家就是 早上的時候使用 就瞬間提神 精神來了 而且你用完之後 你把它卸乾淨 上妝或是男生 腳也不上妝 你抹的乳液其他 吸收的也更好 所以我是蠻推薦給大家 這個商品 我都覺得我發燒的時候 用這個男生 敷可能都不一樣 你用完膠 我們幫他都看醫生 其實我敷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 有滿有這種 幾次跟透亮的效果 整個溜下來體驗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哎唷 我覺得其實也蠻大觀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使用流程好 他其實就是在你 那個洗完臉之後 你就馬上敷洞螺 然後敷完 大概敷個十分鐘 卸掉再做你的日常保養 所以他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我相信我們剛剛 大家講了很多之後 觀眾朋友們 你們一定也想要試用看看 現在馬上點選 資訊欄下方的連結 這邊就有 有趣的事情 都在D卡場發生 現在不限大聲 下來D卡就可以看到更多人的故事喔 D卡全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首創冰晶緊緻科技 克蘭斯皮秒動模 讓你更涼更緊更青春